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公积金局今天发文稿宣布 从下个月11号开始 未满55岁的公积金会员账户呢 将会进行改组 新增名为灵活账户的第三户头 那根据新的存款分配比例 第一账户 也就是退休账户的存款收纳比例呢 将会从原本的70%调高到75% 第二账户安康账户 则是从原本的30%调降至15% 而剩下的10%则将会收纳进入第三灵活账户 公积金局表示 第三灵活账户呢 基本上会从零开始累积 但如果会员想要将第二账户的部分存款 转移到第三或者是第一账户 可以在5月11号到8月31号之间 通过iAccount线上转移 或者是到任何公积金分局申请 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根据公积金局设定的配额 那如果会员的第二账户余额是3000令吉或以上 那么一半的存款将会保留在第二账户 三分之一将会转移到第三账户 其余的六分之一将会转移到第一账户 如果第二账户的存款余额 鉴于1000令吉到3000令吉之间 那么1000令吉会转入第三账户 剩下的就会留在第二账户 至于第二账户存款余额少过1000令吉的会员 他的第二账户全部存款将会直接转移到第三账户 那公积金局新任执行长阿莫组卡纳因在文告中解释 这次的账户重组是希望帮助会员平衡短期中期 还有长期的财务需求 而该局增设第三灵活账户的目的 顾名思义就是让会员能够在紧急时刻灵活提款 以应对短期的财务需求 但是最低的提款金额是50令吉 那除此之外 随着第一账户的存款分配比例增加 这一项重组措施也会有助于提高会员的退休储蓄 以应对未来的退休生活 另外针对很多民众就担心 第三户头的存款利息会不会比较低呢 阿莫组卡纳因之前在媒体预先汇报会上表示 目前三个公积金账户的利息是一样的 但由于流动资产 通常是不会吸引更高的利率或者红利 因此它不排除第三账户的利息 未来可能会出现变动 就请用点赞 订阅 转发自发送至四合 计划指数 已被启发光 遍中的佛育